好 各位同學好 這個單元呢 在這裡 這裡開始有四段影片 是重新錄製的 因為臨時在 發現本來是給 同學做示範 跟操作的 一個 Shiny App的網頁 他們 那個網站臨時有些 問題所以我改成 我改成用我以前 就已經 編輯好的一個 Excel檔再重新 做一段示範跟 解說 同學不必再去 重新 下載響意 只要你們去 Moodle上把這個 Excel下載下來就好了 這一段我先 說明 這個Excel 同學要怎麼操作 還有理解 那個 就是理 理解操作出來的 結果的解釋 好在這個Excel 上面呢 大家會看 就是跟 其實是從之前曾經 給同學 做示範用的 一個 一個常態分配的 一個Excel 來修改過來的 那現在他可以 拿來顯示 兩個分配 之間的 如果就像是 做Z檢定的 結果跟 這個單元我們要介紹的 Power 那現在首先先請同學注意 稍後的示範 還有讓同學 去操作的 習題呢 只要操作 在這個Excel上面的 你們在這裡有看到的 五個是 青藍色 注意就是我現在 游標 所 畫 所點出來的 這個青藍色的格子中 去 輸入 就可以 就可以 好 那稍後同學在 上傳的 我會上傳到Moodle的 的一個版本呢 會像是 你們現在在螢幕上看到這個 預設的 一個狀況 那同學只要從 從兩個分配 只要輸入兩個 稍後的示範呢 跟同學操作 只要依據 問題的需要呢 去修改 兩個分配的平均數 或者是兩個分配的 標準差 那還有呢 就是 Type-1 ERR-ALPHA 那ALPHA呢 我們在這次為了解說跟操作方面 一律都設定 它是 右側的 點05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像是這個橘色的分配 橘色部分就是 H0 然後 它的這個 右邊 這個空白的地方呢 就是 ALPHA.05 那另外一個 在 後面的這個 有 中間是黃色線的常態分配 它其實 它其實就是 對應到 平均數是1 也就是 另外一個 對立假設的 分配 好那先有 那 那再來 今天我們要學的這個POWER 它只要是 你 把 兩個分配的 平均數 跟標準差 這個 這個參數 輸入進去 跟 ALPHA 給 也設 也設定好之後 它就會出現一個 對應的 POWER 好那這個是 關於 這個 Excel 操作 跟 那個 解讀的一個 解說 那下一段我們就 開始 說明 講義上的 兩個 範例題